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李俗語就是叫做 嫁嫁對嫁杯 嫁狗對高照 嫁啟吃完牌咖祭道 這句比較淺寶 這就是以前的 平家母要嫁女兒時 都會把女兒交代 就是以前我們說的三種宿舌 你在家就要獎婦 出家獎婦 呼吸獎主 你是上親的也好 紙薄月婚的也好 或是你自由亂來也好 那是你自己選的 你願意的 你上頭當意的 所以無論說 他是一個企業家 就是說只是一個普通的老闆生 你都要自己尊重 自己的選定 有時候人家說 婚姻是終身大事 這個中心歹數的意思就是說 希望你們兩個可以 別條解囊的意思 千萬不要 中文說一個意見不好 就要叉叉叉叉 想要分開 尤其有孩子的人 也一定要注意 我們一定要顧小孩 當然如果不可收拾的時候 也是順應天意 希望大家都可以 別條解囊 圓圓滿滿 和和氣氣 有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